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现在连一身最基础的铁套都没有 而且这个地图的怪伤害真的不是一般的高 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做一身铁套 不过在下空洞之前呢 还是要先把这个竹子收一下 路过的都是我的 相中可再生资源 在这个地图真的是不多见 对了 在这里我还要说一下 我不是不坐船 第一是因为这个地图木头挺难获得的 第二就是我已经有潜水服了 而且这道衣服还自带水下移动加速 再坐个船那不是浪费资源吗 这些竹子差不多够了 现在就去下空洞 来 等一下 我好像没带吃的出来 我想回去拿些必备物品 真的是这都能了 来 我这个记性 真傲天怪黑了 回家睡觉 再坐个床带在身上 哦 我现在木头不够坐床 那个 老乡 我看你这房子不错呀 木头借我用用的 也要给你换个石头的 各位 我刚挖到了一个天然矿洞里面 好 太好了是体矿石 看来我还是寿命于女神劝固的 这么看来我要提前这种铁骑时代了 喂 这是个什么矿石 没见过 先拿上弯异后又用呢 让我把床跟箱子都在这放好 以后这就是我的地下临时住所了 这边好像还有路可以走 哎呀 怎么这么多怪 不过在我锡纸烛光的面前 可能全部都会成为我的刀下回 没错 我用之前的竹子升级了一下 我都想不到 这里面咋还有一只苦力怕 那大兄弟 你上天吧你 差不多走到头了 那这些梅可都是我的囊中之物 哦 举时的宝石 我来先往旁边挖一个 我怕这下面是岩浆 我为何不想浴火翻身 哎呦 我想不到还有意外收护 这是支付的气息啊 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儿了 下一期连好一点的话 就能挖到钻石了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 一定要记得三连哦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如果有好玩的整合包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看到的话会根据可玩性 考虑要不要做出视频的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